在法律那前 你只是个普通人 没有人 没有权利 继续包容你的错误行为 懂吗 你他不真喜欢你 你他不还找人来 为什么不能找 我找我爸咋了 我就找我爸咋了 陈老师 这就是我爸的家 小心门 那再讲吧 爸 开门了我 谁呀叫什么叫 你死了我骗子 你又来了你 跟你走走走走 回来来来 你再讲 你别来了 你再讲 你那麽谁啊你 你听好了 我找你 人家的家庭里面 人家女儿找自己的父亲 拼搏不能来 你以为你是谁啊你 你土匪吗你啊 后面拍着 你干嘛呢 干嘛你呢 打人是吧 别好了往后去 人家亲生女儿 来找自己的父亲 哪错了 哪不应该 你们家山带吗 土匪吗你们 来往里走 往后去 谁啊 往后去 我家我家 我爸呢 我爸呢 我爸不做什么 兄弟你爸 你怎么经过 怎么办 你一个死家个骗子啊 别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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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爸怎么呢 我不能找我爸吗 他说我爸我为什么 碰到来找他 你听好了啊 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很简单 我叫金山 是一个法副老师 你呢 最好把你的脾气给我收来点 他的父亲也许可以包容你 原谅你 因为你是他的小女朋友 但你给我听好了 这个世界上 只有那些 你认为你在他心里很重要的人 可以包容你 在法律面前 你只是个普通人 没有人 没有权利 继续包容你的错误行为 懂吗 你咱们真喜欢你的妈找人来 为什么不能找 我找我爸咋了 我就找我爸咋了 我说了 没在家 好好好 行挺好了啊 没在家 我们今天来找的主要责任人 也不是他的父亲 听清楚啊 我的委托人 他的亲生父亲和你是恋爱的关系 怎么 我不知道他的父亲到底是哪个地方想错了 找到了一个和他女儿同龄的女人当自己的妻子 好在你们两个没有领证 好 挺好啊 我今天来不是探讨你们之间的感情纠葛问题的 你至于说以后怎么和我委托人相处 那是你们的事 我不管这也是 但是今天我们来共同的问题很简单 第一个 我的委托人在外面打工的时候 给到他的父亲 一共转了两万元的生活费 据他的父亲讲这两万元生活费 全部给你转过去了 好吗 这第一个 好 第二 听好了 听好听说 谈恋爱给你花钱 那是他父亲的责任 但是你听清楚啊 如果说他的父亲不是赠予你的 每一分钱必须拿回来 还有 你 听好了啊 现在跳出他父亲角色之外 你利用我委托人的身份信息 做了贷款了 并且贷款了贷款十万元 全部装在你自己卡里边了 但是 我的委托人 却要每个月的定向 往那个机构里面打钱还款 你听好了啊 一开始 我的委托人误认为 是他的亲生父亲需要这笔钱 又不好意思张嘴 所以操作了这件事 我的委托人出于一个女儿的心态 没有过多的追求 但是 就在后来 他和你的这个男朋友 你们俩还没有领证 对吧 他和你男朋友 也就是我委托人的父亲沟通的时候 委托人的父亲直接了大说出来 这十万元 当时被你是直接拿走了 下款的第一时间就被你拿走了 我委托人的父亲 一分钱没有钱的 同意的 怎么了 这你爸愿意给我花的 你给你爸的事 你爸的事 孝敬你爸的事 你爸愿意给我花 给你爸的事 那我的 你让我去还 你没去还呀 没有了 你爸花的钱 你不还谁还呀 你孝敬你爸 往后去 往后去 你现在不要拿一套土匪的行为 来 你说了 这个钱是他爸给我的 是他爸的事 他孝敬是他爸 这是另一回事 跟我没关系 听到吗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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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讲的很有道理 但是 你记住了 在这个法律层面 如果你偷换概念的话 你这道理论 你说不清了 如果单纯是我委托人 想向他父亲尽孝给的钱 那今天我们是不会来的 听好了 你的这个男朋友 已经在各种的工作之下 慢慢明白 你和他在一起 到底图的是什么 当时我委托人的父亲 他本来在这个城市里面 并不是什么高官富贵 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每月的工资也是有限的 当初并不明白 你为什么选择和他年龄相差 将近20岁的人去选择在一起 后来慢慢的 通过种种迹象才表明 你无非就是想在我委托人身上 多榨取一些油用的价值而已 听好了 杨清朗 杨清朗 如果说我没有证据 今天我不会来 你怎么去男生 你把嘴放干净 你说的每一句话 我保证了你付出责任 听好了 吓唬我 所有的东西一目了然 我的委托人当时在跟 就是他的父亲 在跟他沟通的时候 慢慢的当他明白 你是个什么嘴脸的时候 把你们之间的所有了解记录 全部给我委托人转过来了 我委托人截图以后 也都划到我的手机上面了 如果你想看 我可以给你看清楚 你听好了 如果说在没有法律进入情况下 这个东西只是付你之间的一个简单的调传记录 他不能说明什么 但是 如果你的所作所为 一旦接触了法律层面了 那么这个东西 他就可以当做证据来使用了 当初你跟我的委托人父亲 在沟通过程当中说的非常非常的简单 之前那两万元 是你以借的方式拿走的 当时只不过是什么呢 没有给你追缴利息呀 还有说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当时委托人的父亲直接就给你转过去了 而第二次你应下了 闭嘴 我跟你说是不是这么对 我们先把事捋清 然后再吵也来得及 你想你想吵 我有的是先陪你吵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吵能解决问题 那就不用国家法律存在了 所以吵就可以了 不是咱们家人 等你帮我回来解决不能来 你干嘛找人 你不给我回来 他的父亲之所以今天没有来 他的父亲是个很聪明的人 我告诉你 这件事 你再想拿他父亲当挡箭牌 挡不了了 懂吗 没有法律介入 只是你们家庭内部内部关系的循环的事 你们自己解决 但如果说法庭一旦介入了 那么整个层面就全都发生变化了 挺好了 根据居民身份证码第十几条 冒用他人身份信息进行违法行为的 你要面对的 是两百到一千的罚款 还有十日以内的行政拘留 你要想明白 你要想明白了 姑娘 我现在跟你说的很明白 现在咱们把你这人从今捋一遍 就什么都明白了 我们之所以来 是因为我们掌握了足够的证据而来 我们这个证据 在你的男朋友没有授权的情况之下 我们是拿不到的 你明白了吗 也就是说你的男朋友 我委托人父亲 虽然现在今天没有出现在现场 但是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可以做什么 他心里一目了然 换句话而言 他现在对你已经完全放弃了 他不再相信你这个人 是真心实意的选择和他在一起了 现在我委托人已经明白 他的父亲被人骗了 他自身权益受到影响了 利用合法途径维护他自己的权益 现在该是你的问题了 你死贴你啊 但是我用那个你的身份证 是你爹也允许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要据据据据据据他 你跟我没关系 来来来 听好了啊 到现在为止你还在偷换概念 你还不明白你自己已经做了什么事了 是身份证 你是拿不到的 只有你的男朋友 就是我委托人父亲可以拿得到 但是你不要忘了 第一 他是被你教唆的 第二 所有的钱下了以后 直接是打在你卡上面的 你忽略到谁 好 如果说你觉得我没有证据 那没问题 现在我要跟你讲一下几个点 你把这句话给我记明白了 所有的东西 所有我委托人父亲 和他的转账记录 聊天记录 所有的东西 包括之前你在机构贷款 下面所有的这个流存的记录 我们全部都有 还有我委托人 每月还款的记录 也全部都有 想明白了啊 第一个 所有的材料 我们会把它第一时间送到法院 只要我们立上了案 这个证据 就不用我来向你出事了 法院会告诉你 证据都用哪些 什么叫证据 听好了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我保证法院的传票 一定会送到你的家里 送到你的公司里面 包括你的父母家里 他们所有人都会看得见 我不相信这件事 不是很光彩的事 你父母会十足的知道 这是第二个 另外 你觉得这个钱 打到你的卡上了 就没有别人什么事了 你就彻底洗脱责任了 听好了 只要立案成功以后 你名下所有的微信 支付网 央卡 数字人民币 百分之百 我会把它冻结掉 这是法律 赋予我们的权利 另外 你要想明白了啊 你现在小小的年纪 名下的固定资产 应该不是很多 但是你要类似的方法 在别人手里得到过什么 这个 我们还没有求证 但是有一些 我可以保证的是 不管你名下的资产 到底是什么 只要是固定资产 百分之百都会被法拍 冻结 听懂了吗 你哪个鞋子 骗子 来来来 往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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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没完了 我给了你很多次机会了 你没完没了 是吧 你是不是以为一个女人 一个女孩子 就可以在这个社会上 妙识国家法律 妙识社会人权 我告诉你啊 你要想明白 女孩子 她确实有生存下来 相对而言比较好的条件 但是你要学会的是 善于利用这些条件 善于利用这些工具 女性本来在于我们这个社会层面而言 她本身就是弱势群体 她应该得到同情 应该得到帮助 但是这些条件 取决于你为这个社会 做出了正能样的工作和选择以后 才可以 如果说 你在社会层面 伤害了别人的人权 在法律层面 做了道德败坏 违法乱纪的事 我不相信任何人 还可以求他支持你 好 挺好啊 没钱 有钱还是没钱 今天不是我们来探讨的主要目的 你有钱还是没钱 那是你的事 跟我们无关 因为我们和我们发生关系的 只是我们的真金一白银 转到了你的卡里面 你把它干什么 那是你的事 但是还钱 是你必须理的责任 因为你在之前 把它花掉了 懂吗 明白 你要想明白了 这个钱你说你没钱 我们是不相信 如果说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 没有事实的话 我们不会来 根据刑法三百一十三条规定 你有能力偿还 旧不偿还 那这叫拒止罪 面对你 还有三到七年有期徒刑 好 你好啊 在整个事件当中 你的整体三观 已经完全出现了偏差 我现在跟你讲道理 已经完全是在浪费时间了 我只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 把我们的损失拿回来 把钱还掉 从此以后 堂堂正正做个人 这第一 第二 你直接跟我去法庭 咱们到这法院那边论一论 至于我们有没有证据 有没有事实 我们拿你是不是有办法 是不是吓唬你 法庭之下 力鉴真正 敢不敢跟我去 去什么法庭呢 咱们自己讲 自己解决是吧 那我们先走吧你们 来来来 挺好啊 这个事如果拿不到结果的话 我就愧对于法律 愧对于委托人对我的信任 现在咱们要的结果很简单 要么你把钱还掉 要么你得收法院传票 就两个选择 没有别的选择 还好 行了吧 真的哪会起 你把你手机卡号找出来 多少钱 先够 把卡号去找先够 你总机构带的十万元 还有之前转过去的两万 一共十二万 利息没办法上你要 因为这是我北斗市父亲 已经跟他有沟通过的 利息我们不给你要 但是本金一分不少 马上给我转过来 走吗 先进去 真的倒了八百的血没了 那好了 你要想明白 你也想明白了 你做这件事怎么亏罪你父母的 过去了吗 好 转到平台我看一下 好 转到灯光 你走在大地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